1、2、3、4、5、6、7、8、9 你的生命零数是差哪一个呢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好了今天跟大家玩个游戏就是什么呢 生命零数九功架 顾名思义就有九个不同的数字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人一出生就定了出生年月我都改的 原来我们可以测试到我们哪些能量多哪些能量少 正所谓中国的生命智慧都有讲阴阳 亦有太极是新两而两而生四象 原来这些是一个变化来的 因为一切都是能量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趋吉避空 好似这个旁边的生命零格九功架 我说大约怎样玩呢 譬如如果你出生年月日是什么呢 1995年12月30号 你将一圈住一 两个九就圈两次九 五就圈住五 十二就圈一 然后二又圈 三十又怎样呢 只是圈三 零就不用你去 好了得出结论呢 你可能有些没有有些有的 即使如果有两个九 即是说你这个能量就可能多 如果有三个九呢 可能或者会过多都不奇的 这个不要紧要 最紧要呢 哪些我们欠缺呢 我们就是取长保短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number哪些是对应什么颜色呢 例如1号来讲呢 我们就是用红色的 红色的 補级的红色 OK 一半就是红水晶呢 或者是石榴石 或者是红发晶呢 它这个呢 如果你用这些水晶 可以帮助补回我们欠缺的能量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独立的个性 欠缺了自信 即是跟这些我们的能量有关的 如果你用了这些颜色的水晶呢 就会帮助我们能量提升 好了 接着我讲如果欠缺2号是怎样呢 好像这些这样呢 就是好了 它就代表呢 它就代表呢 能量是沟通能力呢 和平衡自我 好了 对应的颜色呢 就是橙色 那你可以用这个蜜蜜 或者虎柏 或者类似的颜色的水晶呢 都可以帮到你的 好了 到生命灵数数字3了 那好了 就是什么颜色的水晶呢 一般就是黄水晶 黄发晶 或者黄泰晶 都可以的 为什么呢 它是对应呢 同的能量 对应我们的社交能力 或者创意的想象 都可以帮到我们的 好了 另外生命能量数字4了 是对应什么颜色呢 就是绿色 你用绿发晶啦 绿幽灵呢 都可以的 它是代表呢 对应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那个务实感啦 安全感啦 继续啦 那生命灵数五哦 代表的颜色水晶是什么呢 就是海南堡啦 或者海文石呢 它都可以帮到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生命灵数五欠缺的人呢 一般呢 就可能怎么说 它胆 还有这个比较拘紧些 个人拘紧些 很多样东西呢 不敢放开做 那如果你用了这些颜色的水晶呢 你个人呢 他会怎么说呢 大胆了啦 创意就会多了啦 好了 那你的想法那些 所谓的创意呢 就会不同了啦 好了 那欠缺生命灵数6的人呢 就用什么水晶呢 好了 好啦 青金石哦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个人的性格呢 一般就会觉得 觉得是世界好像 不是很公平 不是很公道那样的 那你用了这个颜色之后呢 你会觉得 嗯 多了很多爱意哦 令到你呢 觉得这个世界呢 又好像很漂亮那样的啦 好了 到第七个 生命灵数 OK 那就是代表的颜色呢 就是紫水晶啦 哈 或者其他紫水晶的系列啦 都可以帮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紫色呢 这个欠缺的number呢 就是说 你欠缺这个 所谓的積極啦 哈 那个行动力呢 就不够啊 那你好了 所以要用这个颜色 去补回这个能量 OK 到白了哦 就粉色系列 好这个粉晶啦 或者是红纹啦 都可以帮助到你 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呢 欠缺这个number的人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人缘啦 哈 还有这个 怎么说呢 他那个想法啦 是比较保守 也都可能是 比较沉默一点 没那么开放 那这个呢 就可以帮助你 是积极一点啦 可以令到你呢 那个能量呢 可以交朋友 会广泛了一点的 OK 最后一个呢 好了 这个就是白水晶的 白水晶呢 好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就是狗的 它那个代表呢 就是呢 令到你呢 就可以呢 就是积极的 因为为什么呢 欠缺这个number的人呢 是比较猛肤 还有呢 就是没有什么动力 它比较守舊了一点 那如果你用回这种颜色呢 令到你整个人 会提升很多的喔 甚至乎健康 都不同了 好了 人都很有趣的 不会个个都完美的 肯定是有些number多了 有些少了喔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 咦哪些少了呢 是想去感应一下它的水晶呢 可以即管上来找我Peter Sir 你可以去feel一下 如果哪些水晶 你感到咦有feel 好了 正正呢 就是说你是需要那种水晶 跟你去对应的 好了 来近十月份呢 我Peter Sir呢 会有个节目喔 就是户外灵气能量清洗活动 我会带大家呢 清洗负能量啦 和灵气的显化啦 还有开启虫果体啦 再有水晶能量被击活喔 最重要呢 就是这个呢 能量显化 你会很多心想事成啊 奇迹显现的 OK 如果哪个大家有兴趣呢 就快点呢 去查询 名额有限 如果呢 就想再清楚点呢 那我们会有专人回复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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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